今天上午 我分別慰問了陸軍兩棲策戰部隊和戰車聯 看到每一個官兵都堅守崗位 專注於戰訓本務 在這裡 我要給各位最大的鼓勵 我也看到黃區部隊與島上居民維持密切互動 許多閒置陣地現在成為觀光的景點 軍民一起資源 分享 以責任共擔 這種軍民同島移民的金門合化 正是我推動國防改革的方向 傳統上 軍人不如其他職業 自有 部隊的各種規定也比較嚴謹 因此 在維持紀律的同時 我也希望推動國軍創新的思維與文化 讓年輕人的活力來帶動國軍的改革 創新需要不斷的學習 要推動國防改革 首先要鼓勵每一個官兵保持學習的習慣 除了金石營區內的軍事訓練以外 政府會健全載營進修與工營進修的管道 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充實自己 並且好好思考未來 將來離開部隊 走入社會的時候 我希望每一個國軍 弟兄姊妹都能從容的自信 展開下一段精采的人生 最後 祝各位中秋佳節愉快 身心健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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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